歌手突围赛其实是一场被定好结局的秀。 歌手已经拨了17,中间有许多实力歌手被遗憾淘汰,今晚将会是他们的突围赛,加上离开的7位歌手,和未淘汰的华晨宇、腾格尔、霍尊总共10位歌手争取4个名额。 如此激烈的竞争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猜测,不知道谁将会突围成功。 其实突围赛只是一场秀,节目组为了收视率这样做了安排,最后晋级的歌手不用突围都可以想得到。 纵观前面几期的歌手,一般只轻赖当红歌手和年轻歌手。 毕竟这是一个音乐真人秀节目,所以重在秀,节目组一切考虑为了收视率和利益,因此被淘汰的歌手只是被请来做配角的。 众歌手们参加比赛都是有报酬的,据说节目组为了请到汪峰花了千万,所以淘汰了汪峰不就是砸自己招牌吗? 因此被淘汰的只能是花费少、知名度低和过气的歌手,比如李小冬和李盛杰。 本来想着张天是这一季的黑马,但是没想到真正的黑马变成了华晨宇,淘汰他只是必然。 在参加突围赛的十位歌手里,腾格尔和华晨宇实力超群,只需要走个过场,霍尊的导师是刘欢,唱法独树一致,但是KZ的唱功并不一定输给他,可以肯定的是霍尊将会突围成功。 在GAI参加完两期后被李全顶替,从这里看出李全和节目组的关系非同一般,他虽然最终被淘汰。 但是也唱了好几期,因此最后一个晋级名额只能是他了。 有网友觉得李全和霍尊突围成功想不通,其实大家也没必要太较真,毕竟这是一个娱乐节目。 很多观众很怀疑歌手的票数公平透明性,自从袁立首思演员的诞生后,有知情人士透露,所有选秀节目场下观众的投票器都是假的,因此谁能够进击只有节目组说了算。 作为观众的我们好好享受这一场音乐盛宴就可以了,因为突围赛就是一场被提前锁定结局的秀。